大家好,我是安逸芳 我们继续来讲一个失误类的挂 丢失的三轮车能否找回来 那用什么代表车辆呢 这里面刚好硬摇 又是临着父母身经发动呢 硬摇特别妄想 我们看它灵月间 加二加一 特别妄想 画出来的一个七彩无火是寻空的 所以这种寻空就叫什么 必刻 这个知识点呢 我们在终极班讲过了 空为暂时刻不到这个车辆 而它发动的目的是什么呢 生经发动 你说它可以作用于谁呢 按照我们的理法顺序 经发动呢 可以来生紫水 经发动呢 还可以来和这个 是要四火 那我们在讲动动相连的过程当中说了 动摇和动摇相连呢 必须要什么样 要动摇不化肺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兄弟子水发动 化了一个虚土回头克是吧 所以这里呢 回头克就意味这个摇化肺 化肺呢 我们把它拿掉 拿掉以后 那么这个动摇的作用 趋势就会什么改变方向 对吧 它就会来和摇摇 那么它来和摇摇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就意味着 它与摇摇见面呀 所以父母发动和摇摇 代表着这辆车来找我啊 就这么取向就行了 和我 它来找我 好 我们看摇摇什么状态 摇摇在越界上呢 也是平和有气啊 震的0.5 本来就是动摇 其实我们也可以不写它的数字分支啊 重点呢 要把四火发动 画出一个子孙银木 是不是回头生的呀 所以说银 四 身啊 它也有一个 三形的像 就是这个车辆丢了呀 丢的也让挂住啊 很不爽 不舒服的意思啊 那么这个父母画财 代表什么 跟钱有关系啊 我们看一下反馈就明白 为什么它的三轮车会丢掉啊 那当日的叙事是找回来了 但是是自己欠别人的钱 被债主推走了 是不是跟这个钱有关系 父母发动画出来这个柴摇五火 那在其他最核心的礼法的关键点呢 是因为这个父母身经妄想 用神妄想就代表着能够找回来 而且呢 主挂呢 又是六合挂 六合呢 也意味着失而复得啊 就这么来判断就可以了 当然这里呢 还有一个知识点 就是这个荧幕呢 被跃剑是冲破的 那么跃剑冲 画回头身的变摇 我们现在暂时忽略它 当它是一个有用动摇先看啊 所以我们在 讲 跃剑冲摇的时候 冲的是那种不升不克的变摇啊 当月呢 它就是废的 所以这一部分的知识点呢 详细的内容 我们放到礼法进阶课当中呢 再来讲 暂时先放一放 好 今天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要有用动摇 产生意的